捕获稀有的龙公被 吸引各界买家进行出价 有人开出16万 倒是这个渔民最有选择用12万出售 遵循买家的意愿 直接把这个龙公被放生 就在今天凌晨4点 渔民出海把龙公被 在关山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放生作业 那至于民进党的议员王浩宇呢 就提出了质疑 说这个龙公被其实是属于 底漆生物 已经检举了这个渔民 依次是使用抵托网 违法进行捕鱼 与希望建调出场